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 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年11月8号周日下午的6点30分 咱们说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种类型的股票 那么有的股票是现金牛 持有了以后长线不断的增长 持有赚钱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有的股票走的就非常的腰了 它上涨的时候涨的也很多 但是套起人来跌的时候是丝毫的不手软 那么在下个星期会有一些股票发布财报 我今天专门挑出来了一些 这些股票是大家在上面被套的相对较多的 散户在上面损失是比较大的一些股票 那么对于他们的财报 我就不做过多的解读了今天的节目 因为很多的财报是没有办法去提前预判的 同时他们的估值也比较难以估算 所以我仅从技术面的支撑和压力 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 对于这些下个星期要出财报的股票 大家可以对照着这些支撑和压力去看一看 他们的股票到底是选择往哪个方向走 特别是在财报消息的推动下 那么我解释一下这些压力代表什么 代表着股价当运行到这个价格区间的时候 会有一些阻碍 也就是说他想要继续上行 必须要去突破这些压力 才能够形成更大的上行结构 同时支撑的意思就是股价当继续下跌回到这些区域的时候 那么他有非常大的概率会获得支撑 会获得更多的筹码的接盘 会有更多的买盘力量在等着他们 那么他继续去跌破这个位置的概率相对较小 但是一旦跌破了这些筹码支撑的区域 那么他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一个下行 所以支撑和压力这是大概的一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不然很多朋友可能并不清楚 他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好咱们一个个的来看 首先来看一下假肉BYND 右上角都有代码大家可以查询看一下 那么BYND这边 目前我说一下 他今天的现在报价是在156块钱 那么上方的三个压力分别在163 169和176的位置 那么下方现在我们说现在正在运行的价格区间 141到156这个位置 由于经过了这一段的上行 目前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筹码密集的支撑区域 那么在141之下 那么下一个支撑区域会在124到135的位置 所以意味着比方说如果跌破了141 那么从141到124之间 其实是没有什么支撑的 所以如果你想抄底的话 那么你要去等待124到135这个位置去抄 而不是141到135之间的位置抄 那个地方抄底都会成为炮灰的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支撑的意义 同样往上上行的话 不断的去突破上方的三个高点 那会意味着它会形成更高的一个上行结构 好这是对于假肉的 在目前整个的技术形态下的压力和支撑 咱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股票 大家比较关心的最近的大马股 几个大马股下周也是要出财报了 第一个CGC CGC这边最近是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大的一个上行结构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走的这一段结构 已经是在上方受到压力位 这个地方是受阻了 那么CGC的压力上方是在24到26 意味着如果突破了26北京这个位置 它还有更多的上行空间 但是如果过不去 那么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短期的一个头部位置 同样它的支撑就相对来讲 区域就比较多一些 那么CGC下方有三个区域都是有支撑的 第一个是在21块6到21块9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的市价是23块5 那么再往下的支撑就是在18块到19块8的位置 更往下的位置在16块3的位置 这些地方都是有相应的筹码支撑的 所以如果你想去做长线布局大马股的 那么有机会到这些区域 那么可能那个时候你想的就是什么 就是不是说要去割不割肉的问题 而是应该在合理的位置 比方说去进行一下补仓 或者进行一下仓位的滚动 减少一下你的仓位的持仓的一些成本 这个就是一些细节层面的一些考量了 所以这几个位置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另外一只大马股我们看一下 ACB 极光大马 极光大马的状况 其实就比CGC要稍微的差一些 因为最近其实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边 才是受到了消息的刺激走了一个上行 但是目前它的压力也很近很近了 现在的报价是报在了9块7毛9的位置 那么上方的压力实际上就是10块到12块3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一个是筹码压力 第二个是中间要横穿去刺破一下200日的均线 同时在12块3上方还会有一个筹码的高点 所以它的压力在10块到12块3 那么它的支撑在什么位置 它的支撑在6块2到8块1 这是第一个位置 然后更低的位置就是4块5到5块了 那个地方就相当于现在的价格是往下腰斩一次的位置 那个都是更低的位置了 咱们说支撑和压力都是突破了一个 再说下一个 所以现在的第一个支撑是在6块2到8块1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跳空高开的缺口位置 这个缺口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突破缺口的 从缺口的知识来讲是一个突破缺口 所以如果你的买点是在突破缺口 当时开盘的位置直接进场去买的话 你已经吃到这个利润了 这个其实关于突破缺口的问题 在会员的视频里是教过这个知识的 如果你运用上了 那么你这笔短线至少你赚到的这个钱 你肯定是多少能够赚上几个点的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两个大马股 然后还有一个再来看一下 西方石油Oxy 西方石油掏人也掏的比较多 但是最近整个的油股其实都差不多 那么随着现在整体的我们说 油企这边大的一个方向 就变得更加的瞩目不定了 因为目前大选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对于传统的油企来讲 现在能够提振他们油价的 要么就是这个需求端的提升 那么需求端的提升来自于哪里呢 那肯定就是疫情要逐渐的好转 包括需求增加 包括像航空的需求增加等等 各个方面加起来 对于整个油企来讲 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 否则本来冬季就是一个季节性 对于油企来讲 是一个弱势的这么一个局面 再加上这次选举 现在看到大家看到的结果 那么现在油企来讲 整体还是非常的不太明朗的 而且我还是现在认为 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看起来 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除非你去做真的是非常长的 一个长线的一年以上的布局 短期内暂时看不到 特别好的一个大的上行机会 我们就拿OXY来说 下周也要出财报 它现在的状况是 方向是一个区间震荡 我并没有给它是一个方向 到底往上压力往下压力到哪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区间的 来回摆动的一个震荡 你看它的走势 其实也能知道 是一个箱体的震荡 那么这个震荡的下线的位置 大概是在9块钱 并不是低点8块5 大概是在9块钱的位置 那么上线的位置是在11块3左右 也许我这些给的点位 可能中间会有些许的误差 但是因为误差都不会特别大 因为有的时候 我在测算的时候 我并不是那么的精准 去抠到后面小数点后好几位 所以大概会有一个可能几毛钱的误差等等 但是主要是方向问题 9块到11块3 OXY西方石油 往哪个方向 正当的意思是 它往哪个方向突破 就会往哪个方向走 比方说它要是突破了11块3 那么强势往上走 它们它会形成一个上行概率 上行的概率就会更大 同样它如果往下跌 跌破了9块钱 那么它继续往下跌 创出新低的概率就会更高 所以这是油股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对于西方石油 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大家看一看下个星期财报出来之后 能不能给市场 对吧 能不能有一些刺激 或者是利好方向的刺激 能够让它往上走 我们就要看财报了 具体现在财报没有办法去提前预判 好 另外再看其他一只股票 SPG西蒙地产 这只股票套起来也是很厉害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这只股票上损失惨重 那么SPG这边它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同样SPG这边也是看一个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的价格范围 就是在60块到72块6的这么一个位置 往任何一个方向去突破 意味着它还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去行进 就是突破上方往上走 突破下方继续往下走 那么但是西蒙地产有一个好的是 它在下方的55块到58块的位置 有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其实离方向选择的位置不太远 比方说跌破了60的位置 那么它下滑落的幅度 只能先滑落到55到58 它并不会偏离的特别的远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西蒙地产 SPG这边的一个区间的问题 好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只股票 这个之前套人很多 最近几天涨的非常多的 LYFT 那么这只股票 其实也问的人也很多 因为这些点位 像这些股票 其实会员频道的帖子里 经常会有朋友问 一般我就是在会员频道里边 才会跟大家讲的 这个拿出来是因为 确实套人套的太多了 而且下个星期他们这些股票 又是集中在出财报 所以我拿出来给大家 希望能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 不然有些朋友可能第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买 第二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卖 对吧 比方说搁在底部 或者是买在顶部等等 这种情况非常的多 因为他们这些股票太妖了 好我们看一下LYFT的状况 是它的压力在30到32块8这个位置 30到32块8 同样中间在上周 是在200日均线的位置受到了阻碍 但是200日均线至上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阻力的 在32块8的位置 所以30到32块8是它的一个压力的区间 那么支撑在什么地方 支撑首先要看这个地方 是一个突破型的 一个平台的小的一个突破型的缺口 突破型的缺口 这个地方支撑要看这里 就是这个缺口位置 26块6到27块9 暂时只看这么多 其他的往下先不看 因为老实讲LYFT往下的支撑非常的薄弱 非常非常的薄弱 所以暂时先看这个跳空缺口 能不能守得住 守得住的话 继续往上走去突破30到32块8 那么它就走的就会比较的强势了 但现在并不清楚 我只能给出这个压力区间 大家后面跟着局势来一边走一边看 好 还有一只股票 也是属于套人界的前十名了吧 应该算是DKNG DKNG这边大家看一下 DKNG这边目前的压力上方在47 50和51 三个位置 那么区间震荡 现在说实话 上方这个位置是突破了上年之后的 要去走的一个压力区间 但现在还是在走一个区间震荡 大的上星结构还没有形成 所以目前的区间震荡是30到45这个范围 所以你就知道了OK突破45 那么下一个压力就会面临的是47 50和51 如果跌破了33 那么下方就要去继续寻底了 那可能就跌的就比较的多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有没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种股票大家通常都会去猜它的底 就是说跌了很多之后 会猜是不是只跌了 是不是到底了 然后就会去盲目的抄底 其实像这种区间震荡的股票 你比方说我给出的这个价格 它都已经是在33块钱 你看它这个区间震荡的范围是比这个低的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价格走势就知道 它如果破了前方的这个低点之后 实际上下方有可能就会往更早的 大概就20头去走了 所以风险其实挺高的 挺高的像这种股票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谨慎 不要随便的去抄底 看到震荡区间突破之后不要随便的去抄底 而且像这种股票要做好及时的止损计划 因为太多的筹码在上面被套住了 好吧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关于RKT的 RKT这边也是套人套得挺狠的 我也其实我知道 像这种非常热门的股票 就是之前口碑特别热的股票 大家之前一上市抢的特别多 然后报了比较高的一个期望值 而且本身它就是在18块钱的一个IPO的价格之后 走了一个非常大的上行对不对 这个吃了很大一段利润 接近于翻倍了 所以市场对它的期望值是非常高 但没有想到它这个走势说实话走的特别的魔幻 真的特别魔幻RKT这边 所以在它身上受损失追高 然后被套的 我知道的 我旁边身边都有很多人在做这支股票 做的都是被套的稀里糊涂的 所以给大家讲一下压力是在22块7到24块钱 现在离的不是特别的远 现在是报价报在了21块3这个位置 那么支撑在哪里呢 支撑分别在20 19和18的这个位置 特别是要关注一下18这个位置 因为之前曾经到过17块7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能撑住呢 其实就是当时的IPO的价格 所以不破发还好 要是真的是破发了以后 长时间运行在破发价格以下 对于市场的打击 信心的打击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拿不住了 没破发之前很多人还是有钱挣的 而且还觉得是有希望的 一旦破发 其实对所有的股票都是这样 一旦破发之后 心理压力很大 而且抛压割肉的就越来越多了 压力越来越大了 所以大家看好三个位置 20 19和18 压力是在22块7到24这个位置 好这个就是主要的讲了几支 下周都是要出财报 有可能会受到财报刺激 然后去选择方向 比如说往上去突破 或者往下继续滑落 当然这个完全取决于财报的表现了 财报很难说 因为我说了这么多这些股票 很多都是没有办法去估值的 有很多都是在过去的几个季度 持续的在亏损的 像这样的公司 它的业绩在没有基本面 没有基本改善之前 靠业绩去看它到底值多少钱 或者未来业绩如何增长 其实很难看 所以我只能够通过这样的技术面的 一些支撑压力的方式 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赞转发 好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的盘后再见